我剛剛背好的台詞就 對不起 再給我一次機會 腦袋完全不清楚了 那我實在沒辦法 我就去找我的家庭醫師 我說我不想一直吃安眠藥 因為腦袋都不清楚 這很明顯就是壓力造成 所以你的睡眠不好 他就說你要紓壓 要不然你就去運動 所以我現在開始運動 我的飲食要均衡 他建議我可以吃乳酸菌 酸菌不就是排便順一點 對啊 睡不著有關聯 開始上網去查 當你的睡覺睡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吃一個C23乳酸菌 就是這個 它是日本知名乳酸菌飲料大廠 所製造的 所以他們家的飲料 在座的每一位應該都喝過 所以不用去擔心 是像這樣子一顆一顆小小的 然後有的時候 可能工作會出去個一兩天 就擺在包包很方便 我是真的覺得效果不錯 不相信你們可以請教 專業的蕭醫師 自上乳酸菌有四大功能 第一個當然是腸道的 第二個可以調節免疫系統 第三個可以代謝也有幫助 第四個 對 神經系統 對 我們的腸子裡面 有一顆的神經細胞 就讓腸子稱之為第二大腦 我們腸子的這些神經細胞 跟我們的腦部會互相溝通 當你覺得有壓力的時候 腸子會受影響 但是反過來講 當你腸子不舒服的時候 腦部也會不舒適 所以我們還有一句成語 我們叫腦哭腸截 對 當你腦不太舒服 腸子也會出問題 所以它是互相影響的 我現在是很好入睡 沒有吃安眠藥 沒有 我完全沒有吃安眠藥 就是靠這個 對 就是很好入睡 然後我睡得好 哪怕是我睡眠時間 可能只有四個鐘頭 三個鐘頭 可是我是睡得深層 深層睡眠 對 然後我隔天起來 是清楚的 當你有睡好的時候 氣色一定好 膚況一定好 女生就在意嘛 因為要化妝 膚況好 氣色好 精神好的時候 你面對所有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迎刃而解 因為你的思緒是清楚的 我把它當成 照顧我自己的一個保健食品 所以我可以天天吃 就不會有任何的負擔 最重要的是 如果沒了 你就上網買 然後手機打開 點一點 它就會直接幫你配送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 它不會太甜 然後我兒子剛上小儀而已 他腸胃蠕動非常的慢 他現在是有時候會 以前會需要用藥球 甘油球 對 真的 對 他四五天沒有上廁所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攜帶 在身上很方便 對 我覺得是一個 因為它是三蛋的甜味 對 它是三蛋的甜味 謝謝 不用分錢 不好意思 我也需要 沒有 你送你自己那一包 就好要帶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 我給你 不好意思 不過就所有乳酸菌 是都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嗎 還是是不是這個菌豬種 不是每一種乳酸菌都有用 因為乳酸菌白白種 一定要做過臨床研究才可以 又難提的這個C23 就是做過人體實驗 這個不容易了 在2017年 日本的一個醫學院的教授 他就找了69個 他再過三個月就要考國考 醫師國考的醫學系學生 我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把它們分成兩組 一組吃到真的C23 一組吃到假的 就是吃安慰劑 我們看一下 他剛開始吃的時候 前面六週 不管是吃到真的或假的 他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兩組都上升了 因為其實吃到假的 也有點安慰劑效益 他覺得說好像有吃到真的 可是到了真的考前兩週 也就是再過六個禮拜 就很明顯的 吃到真的這一組 比吃到假的這一組 熟稅的比例就上升了 它很多 確實好像C23有點幫助 這個教授他還做了研究 他說為什麼他會有改善 他去測這些學生口水裡面的 腎上腺皮質素 腎上腺皮質素代表壓力 他發覺說 吃到C23的這一組人 他口腔的腎上腺皮質素是下降的 所以事實上是 他透過腸道菌蟲的改變 也改變了我們身體的 荷爾蒙的改變 所以說假設睡眠的問題 你又怕說吃安眠藥 像幼兒也吃安眠藥 怕說有一些狀況 對 腦袋會混沌混沌不清 或許可以試試看 C23這一類的乳酸菌 謝謝Alan姐 最近 謝謝